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水扁曾放话 2020立委选举时 一边一国行动党要跨过5%得票率门槛 并要在立法机构组成党组发挥作用 1月11日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结果出炉 蔡英文得以连任 第二天陈水扁发布声明宣布从此退出政坛 陈水扁称自己彻夜难眠 反攻自省 自存无能再为党为台湾奉献行李 还自诩为一边一国行动党的交水园丁 对此岛内网友讽刺 回中间休息 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于一边一国行动党解散 岛内网友表示 太棒了 台湾毒害解散 还有网友非常直接地表示 找陈水扁这种贪污犯 就注定没有未来 且被人民唾弃 对于所谓台独 一边一国 国台办案发言人多次指出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网图挑战这铁一般的事实 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落得身败名裂